我們要看第三個就是 Limit AQ 趨近於 0 的左極線 然後要找 AQ 乘上根號 1 加 AQ 二次方分之 1 這個題目比上面的題目又有點小小的難度 第一個請問你 AQ 乘上根號 1 加根號 x 分之 1 怎麼辦 如果從題目來看的話這個是趨近於 0 這個是 0 分之 1 變成無限大 那你就有來判斷它的值了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去把 x 怎麼辦 把它乘進去吧 乘進去 乘進去 這個 x 乘進去 變成 x 乘進去 所以變成乘進去 變成 x 乘進去 加上 1 變成 x 乘進去 然後 等一下 你如果把它乘進去 看一下喔 看一下喔 這樣起來會不會有問題 等一下我先問一個問題 有問題也哪裡有問題 你覺得哪邊出問題 你乘進去的話 OK啦 沒問題 但問題是說 它是趨近於 0 的左極線吧 那是 0 點多 負的 0 點多 你乘進去這樣乘的話 會不會出問題的原因 是因為 這出進去的話 變成 0 方的話 原本是 x 乘上 1 加 x 乘上 1 乘乘乘乘 我們做法這樣子好了 把它通分母 就直接把通分母好了 就變同形 就是 離外面 x 乘進去 留著 變成 x 乘進於 0 的左極線 然後呢 變成 x 乘上 這邊呢 現在通分母就變得 x 乘3 乘乘 乘 variance 這樣比較好 我們先做通分母動作 會啦 然後接下來 就變好 注意看吧 很容易寫錯 或容易聯。掘的W 這個 x 乘上寫沒關係 現在我寫的是 x 分 audiences x 乘乘 乘以 1 你知道我要寫什麼嗎 是因為我把分母的 X乘規模概述 x 乘乘 tir 乘乘 但是我這樣寫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有問題知道嗎 因為 根號 x 平方出來應該變正的 所以這邊原本大家絕對值才對 應該是它這一步喔 看到嗎 好然後接下來呢 才是重點啊 它給多少呢 它給Libit X 怎樣 趨近於 0 的左極線 這邊的話因為它左極線 所以是負的 0 點多 所以為了讓它變正的 所以怎麼辦 下面就變成負的 x 的 看得懂嗎 因為它是虛性於左極線 你的左極線是負的 0 點多 所以它這邊添加負的才對 那這個 x 的不動 上面的一樣照抄 所以剛剛看到沒 剛才這個地方如果我曾經去的話 會出問題就是 前面正負號就沒有要判別出來的 所以要這樣才寫 才是正確的 所以約分約分 所以答案有多少 Limit X 虛性於 0 的左極線 然後變成左極線 x 的平方加 1 然後這個時候 你的 x 代表才可以有意義 這樣清楚嗎 因為這邊就沒有出現什麼 0分之一 或者是無限大狀況 所以這時候代表就沒問題了 會啦 所以答案就給多少 可以負一 OK 好這個是 第一小題的答案 負一 好那第二小題的話就是 依次內推 依次內推 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就是一樣狀況 就變成了 Limit x h 0 的右極線 那我們就先寫快一點好不好 就等於絕對是 x 的 x 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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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x 的乘 x 的乘 x 乘 x 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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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乘 x 乘 x 的乘 x 的乘 x です 就是利用剛剛這個來用 那因為它是正的嘛 它正的 0,000 可以消消掉 所以要高等於 Limit 可以去行你的右極線的根號 x 平方加1 所以答案就等於 1 所以這個是 1 好 那也是一樣 一個負1 一個是正1 所以它的極線 左極線並沒有等於右極線 所以答案就不存在